我们村光棍太多了 35岁以上没有结婚的就有七八十个 30岁以上没有结婚的女孩子就有20多个 真的太恐怖了 我们村总共才只有六七百人 大部分都是光棍 但他们的生活却一点都不差 真的是令我百思不得其解 光棍们每天开着车去县城里面玩 胡吃海喝 然后生活可谓是过得非常好 我问过他们为什么不结婚 他说 一我结婚了 我的生活水平条件就会变差 而且我也不打算生孩子 我觉得一个人过完这一辈子挺好的 我还问他你老了以后怎么办 他说我在农村里面就靠这片土地 不愁吃不愁喝 能吃饱能穿暖 就已经很好了 要那么多钱干嘛 在农村又没有什么生活开销 我房子也有 我弟也有 没事就去地里面干点农活 还能挣点收入 现在福利又好 还有补贴 真的给他的言论给惊叹到了 他还跟我说 以后万一老了退休了 我们农村老人 还有退休金 还有补助 我说那也是的哟 其实在我们村里面这么多光棍 他主要的原因啊 主要还是因为你看不上我 我还嫌你穷 反正各自呢 都是过好各自的生活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 这些农村光棍的想法 和真实的态度 我们下期见